在过去的两周里 极端的大火席卷了澳大利亚多个地区 印尼斯湖自然保护区 在火灾前曾是600只烤拉的家园 在这次大火中 已经至少有350只烤拉死亡 但由于消防员仍在该地区救火 死亡的烤拉数字预计还会增加 动物保护专家说 很多烤拉在树上就被烧成灰烬 就像火葬一样 目前有16只烤拉从栖息地被救了出来 已经送往麦格里港的烤拉医院 在那里护理人员给他们包扎 为他们安树叶和配方奶 在极端大火之后 该地区的烤拉的生存状况 被描述为脆弱 阿神顿呼吁人们看到受伤的烤拉后 立即把他们送到医院 用于繁殖计划 预计火灾情况将持续到下周 下周二该地区还将出现极端高温和抢风 对于火势的控制不利 目前为止 新南威尔什州至少有100所房屋被大火烧毁 两人承认死亡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